大家还记得张德镇驾驶沙石车冲撞总统府的事件吗 幸好当时执勤的宪兵吴仲和紧急按下了防弹门降低损害 而当时各界都认为他是小兵力大功还公开表扬他 不过现在事情都过了一个月了 吴仲和却是传出噩梦连连 一再梦到沙石车冲撞总统府的那一梦 而一时就说吴仲和是得了创伤症候群 沙石车车头扭曲变形 总统府前满目疮痍1月25号清晨 张德镇驾驶沙石车冲撞总统府 幸好执勤宪兵吴仲和紧急按下防弹门 将伤害降到最低 但这个场景却替他自己带来了伤害 发生状况后事后就真的感觉有像 真的在拍电影 你有没有睡不好 睡不好有是有睡不好 对对对 就会想到那个卡车 就是撞进府内那一刹那个画面 全程目睹沙石车正面强烈撞击 让吴仲和出现焦虑不安 压力指数过高还常常做噩梦 也就是得了俗称的创伤症候群 目睹或是面临那种所谓的重大的事件 天灾人祸 可能会造成生命的伤亡的时候 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内 所谓叫做急性压力的障碍 大脑内的边缘系统有主管情绪的信任和遭遇压力时 会让人体感受到焦虑不安这样的紧张情绪 传到处理记忆的海马回记录下来 再碰到类似场景就会一再释放出压力 因为失眠焦虑 它可能会产生像酗酒 药物滥用 然后整个人会产生叫做失能的状态 像是遭遇大地震日本三一海啸这样的天灾人祸压力 还有焦虑累积下来容易变成慢性病 建议民众要求助医师完成所有疗程 才不会一再的被不安情绪给折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北市报道